我们都知道,当初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,每天都玩得非常开心。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转眼间同学们都毕业了,于是就告别了那段时光。 多年之后,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事业,许多年以后,他们就会在一个时间里和老同学聚会。 然而,很多人都是因为同学聚会,还毁掉了自己的婚姻生活。 所以在同学聚会上,这几件事情千万不能够做,否则它就会毁了你的一辈子。 一,不能够攀比。 很多人在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,起初他们内心想得到的很简单。 可是到了那种场合的时候,他们却发现有所成就的人,他们会和彼此都坐在一起,并且有聊不完的话题。 然而,对于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同学来说,他们只能够坐在拐角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,因为他们本身内心就非常的自卑。 现如今看到这种场合,他们不得不把自己隐藏起来,不让别人注意到它。 于是在饭桌上,他们都会和彼此进行攀比。 女人觉得自己嫁给了一个好老公,就是她炫富的一种手段。 但是男人他们就会和对方相比,哪个同学在毕业之后有所成就。 所以,原本一个非常简单的同学聚会,却变成了每个人炫富的一种方式。 长时间以来,同学们就会分道扬镳。 啊,勾引。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当初在上学的时候,彼此都有心中暗恋的对象。 可那个时候,学习很紧,所以就把感情的事抛在一边。 可是当彼此都毕业了,才发现对方早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 多年以后,他们就会在同学聚会上见面。 当再次见到心中喜欢的那个人时,即使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, 可他们还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。 于是,他们就会去勾引那些比较有成就的男人。 然而像这样的女人,也注定他们一生都不会得到一份真摯的感情。 即使有钱的男人会和他发生一夜情, 可事后也会拍拍屁股走人。 即使当初两个人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往事, 可他终究只是回忆,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去了。 三,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 现如今,在同学聚会上,每个人都会和别人进行比较, 于是那些比较有成功的同学,就会在背后议论那些至今还没有起色的同学。 久而久之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淡, 从最初的同学演变成现在的敌人。 但是像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采取的。 即使现在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成功, 可是不能够代表他们的一生都将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。 都说日落西山你不陪,东山再起你是谁。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几分知识, 就可以胡乱去评价别人。 四,主动讨好。 现如今都说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所实力, 那么有所实力的前提就是让自己变得有钱。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在今后的社会当中占立足。 很多人在一场同学聚会当中, 都会主动地去讨好那些有成就的同学。 久而久之,也就是会让他们各个变得有心机, 并且有些人还会利用一些下三乱的手段去诋毁别人。 像这种同学聚会, 我想大多做的人都不想去参加,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耳鱼我诈的场合, 原本每个人都是一种好心情, 可是却被至少同学聚会给糟蹋了。 这就是在同学聚会中千万不能够做的几件事情。 所以小编再次劝告那些在多年之后还念着同学之情的朋友们, 千万不要带有着有色眼睛瞧不起任何人。 总有一天别人会变得比你越来越强, 到那个时候你再反应过来, 当初是自己做得太过分, 可是一切都早已无法挽回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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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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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